ok 来 这个掌啊 这个palm formula so actually right hand or left hand doesn't matter 总之你只要记得它的placement是这样 就是这个 这个刚然后有看 应该如 还有这个是中 ok 等下我现在一一跟你解释 那第一个刚啊就是讲 我们要讲什么 讲说 刚才的录像显示的是 because你的oral exam不是图片 所以你不要讲这张图片 你要讲说刚才的录像显示的是 所以你在practice的时候 请用这一句话 刚才的录像显示的是 ok 显示是什么 显示就是说 display 它show display 它show的是什么 ok so 然后下一个 ok 现在我来讲这个 假设这是一个video啊 ok 假设这是一个video我就会讲什么 所以这个刚的时候我必须要交代 两样东西 ok 我要交代地方跟时间 我忘记在这边给你 ok 在刚的时候我必须要交代地方跟时间 so 现在我做一个demonstration without explanation ok 刚才的录像 刚才的录像显示的是 学校里休息时间的情景 ok end with的情景 ok so 第一个刚完了 我就下一个有 也就是这边 有很多同学他们在玩游戏 ok that's all 这是一个general description ok 下一个有 下一个有 这个有就是用你来zoom in every part of the mini part of the picture的 ok so 我就讲简单的 这个跌倒这个 ok 有一位小男孩 他跌倒了 他痛的哭了起来 一位好心的学长看到了 连忙跑过来帮他 so 完了对吗 因为没有别的link 这个就是所谓的linkage 因为这个是linked他的 所以我这边才放有一个link在这边 ok link在这边 so 我才讲说 连忙跑过来帮他 ok 没有东西讲了吗 ok 这个portion的东西讲了 so 我就讲 这个有讲完了就讲什么 就讲看 那看always start the sentence with 看到了这一幕 不是讲我看到了 ok 不是讲说我看到 ok no 直接讲说看到了这一幕 我感到很什么 这个part always讲emotion 就是在这边 如果是对的东西 你是讲欣慰 我感到很欣慰 ok 不是开心 欣慰跟开心有点difference ok 如果说是他做错的 你可以想生气 ok 如果那些事情他不是对也不是错 你可以选好几个来讲 比如说你会觉得有趣 或者你觉得好奇 或者你觉得奇怪 ok so 这边 这个in呢 是judgment judgment是什么 就是你要judge他是对还是错 他的行为是对还是错 ok so 刚才我来到这边 看到了这一幕 我感到很欣慰 因为 那个学长的行为是对的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听到我讲 因为 那个学长的行为是对的 judgment 对的 after这个讲完了咧 你就来到该了 这个该是什么该 这个该就是应该的该 在这边应该的该 我们应该 要 关心同学 或是关怀同学 ok 互相帮助 这个是moral value了 所以在这边 我们要suggest moral value ok mv就是moral value ma就是moral action 或者是moral act ok 我们要suggest 所以这边 for这个case 这个过来帮他 是属于 关怀同学 或者是热心助人 也是可以 ok 所以在这边 再来一次啊 有些时候这边 你讲到moral value 你不会讲他的moral act never mind 你就不要讲 如果你会讲他的moral act 你不会讲moral value 也不要紧 ok 你只要讲57 你可以讲的 所以来到这里啊 我们应该要 关怀同学 看到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 跑过去帮他 这个就是moral act 因为我讲的这句话 根本没有moral value 在里面 ok so moral act 通常你听不到 那个value的 那个value是什么的 热心助人啊 关怀同学啊 这种 ok moral act也消失 真正的就是说 看到别人有需要帮助 就跑过去帮他 整句话都是action来的 ok so for this case ok 因为这边还有很多嘛 还有很多 so 这个如果我就先收阻 ok 如果是做什么呢 如果我们要amplify他 或者是go opposite ok so for demonstration purposes ok for demonstration purposes 假设那个video 只是stop在这边 没有其他的这些东西了 ok so 我就会end with这个如果 so this is how I end how I do amplify ok I do amplify 如果每个人都懂得关怀别人 热心助人 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ok amplify啊 now 现在我做一个ending 他是opposite ok opposite就是 如果每个人都不会关怀人 看到别人需要帮助 也不要去帮忙人家 这样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很惨 这个就是opposite 明白吗 so 这个如果呢 是 用来ending of the whole order 就是全部的 which is related的啦 因为你的那个video啊 可能他是do video that not related 还是什么 ok but let's say in one set 他是related的 我们就end with这个如果了 ok so so let's say那个video他没有add在这边 maybe这个跟 跟这个破水的 ok so after after他那个video 他show你这个跌倒了 after that他的镜头 他的scene啊 换去这边 换去一个小男孩这样 so你就讲说 还有 你就回来到这边 你就stop了这个应该啦 ok stop了应该 你不要在这边的时候 你不要讲如了了 这个如你就要暂时stop stop here 为什么呢 等下ungroup explain to you why ok 你就直接这个part讲完了 我们应该要关怀同学啊 看到别人需要帮助 就趕快跑去帮助他 ok 然后你就可以讲说 还有另外一个 比如说你要jump sim 直接讲还有 ok 还有 一个男同学 他 用水泼在别的女孩子身上 那个女同学看起来很生气 ok 看到了这一幕 我感到很生气 因为那位男同学的行为是错的 他应该要认真的浇花 而不是在那边玩水 那还有欺负人 这个时候我去end it 如果 ok 如果 大家都懂得尊重别人 还有关怀别人 在做事情的时候呢 认真的做 而不是欺负别人 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立刻跑过去帮他 那学校就会变得更美好 或者是你可以讲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ok so let's all 这个如果就是用来 sum out所有的 moral value ok sum out所有的moral value ok 最后一个 这个字是叫中 ok over here 这个中是什么意思 这个中叫中上所述 你要每四个字叫做中上所述 中上所述的意思就是说 i summarize whatever i have said ok 中上所述 以上就是所有 关于这个 啊 录像的 看法和内容 ok 再来一次啊 中上所述 以上 以上我讲的这些 都是关于 录像的看法和内容 但是 就是代表说你已经讲完了 ok ok